大家好,今次我最難分享的是椰汁芋頭炆排骨 這個菜式非常簡單,最重要買好的芋頭和不太瘦的排骨 我自己還加了少許臘肉,臘肉、芋頭加上椰汁,醬汁送飯都不得了 在煮食之前想提醒大家,如果大家看完影片是喜歡的 請到我頻道的頁面先按訂閱鍵,然後再按鈴鐺 大家就會收到我每個禮拜上載新片的通知 首先派了一些芋頭皮去,人家說派芋頭皮的手會痕 因為芋頭有些叫草酸鹼黏液 最安全最簡單就像我一樣,戴對手套就什麼都防曬 但如果你不喜歡戴手套也是有方法的 你可以在批皮時不要濕水,盡量不要濕水 第二就是灑一灑芋頭才批皮 但我自己本身有皮膚敏感底,尤其是冬天就會發 所以我選了最安全的方法都是戴對手套 我不想沒有任何的風險 批皮之後就洗乾淨,然後就抹乾芋頭 然後就醃排骨,那些排骨就要先洗,然後抹乾 抹得越乾就越好,都是那句 你醃肉,肉夠乾才想美想得好 那些排骨就不要買那麼瘦,買肥一點 肥肉燜出來才好吃,而且才跟芋頭夾 燜這些根類的植物其實是肉不可以太瘦 有些肉的油香,燜出來才好吃 我買了一條比較肥的排骨 它磅了出來就六七兩度 然後就用些生抽、糖、紹興酒、麻油、胡椒粉、粟粉 拌勻它們稍微醃一醃 接著就磅一下這個芋頭先 它就大約有七八克 我們這次其實是不用到七八克的 我們用四份一個的,即這裏的一半 大約三百五十克 那麽就考一下大家 哪一個芋頭炆出來是粉的呢 是輕身還是重的 要吃到粉厚的芋頭一定是選輕身的 因為輕身的水份少,炆出來就更好 現在將芋頭切件,記住不要切太細件 因為芋頭炆的過程中是會溶的 好,再說回挑選芋頭 如果芋頭不夠乾,炆出來就省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詞語 以前我阿嬤阿爺會說 這個芋頭不夠,炆出來就省的 就是形容芋頭炆出來不是粉的 它又有少少咬口感 不過口味的很難說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吃粉的芋頭 那你就買一些重一點 好,到現在就把蒜頭、乾蔥和蔥段切好它們 然後就備用 不用切到太細粒的東西,因為用來炆的 好,接著買一條蠟肉回來 用不完的,我們用三份一條左右 即大約九十至一百克 它一條有二百七十幾克,用三份一條 大約是九十至一百克 我正在這裡剪下去,剪三份一條出來用 接著就將這三份一條蠟肉切成小件 加一點蠟肉就是我做芋頭炆排骨的一個小心得 這次都有一些軟骨位,你就壓下去 它那些位置比較難斷 加一點點蠟肉,整個菜又升華了 好,接著就拿鑄鐵鍋出來 先下油,然後才開中火燒熱區 好,我又說了,因為這個鑄鐵鍋有塗層 先下油才開火,不可以乾燒 油上下鐵鍋可以放些蠟肉先 先煎它們分半小時 這個動作除了煎香本身的蠟肉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可以把蠟肉裡面的油份煎出來 煎了蠟肉的豬油香出來 待會炒芋頭的時候就更加香了 煎多一半時間就反一反去煎另外那邊 其實蠟肉跟芋頭都幾天作之合 這兩樣東西都加在一起 分多小時後,現在就可以加芋頭進去炒均勻 不要看到它那麼大件 我特意的,因為炆完之後會融化一點 所以我一開始切大件一點 如果切到剛剛好,炆完之後就不見了芋頭 炒完這些芋頭和蠟肉之後,拿上來備用 會看到芋頭都吸收了不少蠟肉的油 芋頭吸收了蠟肉油就是我要的效果 現在就可以放些蒜頭、乾蔥和蔥炒香 炒香這三樣料頭 最重要是有蒜頭和乾蔥 蔥和薑隨自己喜愛加進去 聞到它們有香味之後 現在就可以加排骨進去 加進去,兜勻炒香排骨 其實在炆之前,很多時候要把食材炒香才好吃 現在蘸一湯匙走在鍋邊,繼續炒均勻 令它們更加香 炒均勻之後,再回回剛才那些蠟肉和芋頭 又是再拌勻全部東西 然後就可以加點水 加了250ml 但是大家的鍋的深度和淺度和大小都不同 最重要是加到差不多蓋過排骨就可以了 因為炆排骨比較快,最後還會加椰汁 所以它加的水就不用像炆牛腩、炆藥那些 加到水,差不多浸過排骨就可以了 然後就加調味,分別就是蠔油、鹽和糖 份量又是看畫面 加完調味,兜勻之後就可以吸蓋了 然後轉小火,炆煮10分鐘 煮了10分鐘之後,關火不要理會 再等它再吐多10分鐘 關火吐一吐,東西才會更加軟更加入味 好了,你吐了10分鐘之後就是這樣 現在用筷子測試一下芋頭夠不夠軟 如果你的芋頭夠不夠軟 你可以用小火加長時間煮到再軟 就像我這樣覺得夠軟 現在就可以開中大火煮滾這鍋 然後準備椰汁或者椰奶,我就用了這盒 它整盒是有200ml,其實放100ml就夠了 但這次我是煮給我的朋友吃的 它是一個撈汁怪來的,叫我放光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是我為朋友讀新訂做的多椰汁版 其實放多少椰汁,隨自己的喜好 我就建議100ml 放完椰汁開大火,煮多一會 煮到它什麼狀態呢 芋頭再溶多一點在椰汁裡就完成了 你見到醬汁開始結就關火了 不然芋頭不見了,連芡都不用打了 因為最後煮一煮,芋頭一溶,汁夠結了 當然你喜歡也可以再打芡下去 煮好了,可以上碟了 這是非常下飯的一道菜 結果就是我朋友圈是可以拌好醬汁 它是拌好,是很誇張的 因為它真的很喜歡吃這道菜 而且我見它的狀態不是用椰汁、芋頭、排骨拌飯 而是用飯去拌回這個菜 好了,今次分享就差不多了 喜歡的就分享影片和訂閱我的Youtube 按鈴鐺,你就會收到我每個禮拜上載新片的通知 最後讓大家看看醬汁 不用打芡,它都夠結了 因為芋頭已經溶進去 大家記得煮多點飯,拜拜 我們下次見,拜拜 by bwd6